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7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繼續揭露 地產問題 這個地產問題就是牽涉所謂 流盤KOL 今次 KOL就是我們所說的一般網紅 香港專門叫做KOL 也是那句 原本KOL不是這個意思 但後來就演變成 網紅 所以 一說KOL 大家就想起 低胸怒背 或者穿泳衣出來見人的那些就叫KOL 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叫我們 做時事評論的那些 評論員做KOL 不如叫我們做時事評論員 因為我們免得你告訴別人的時候 我們被人誤會穿泳衣出來 這個當然是開玩笑啦 不過呢 這個Terms已經是 很大程度上扭曲了 這節要說 就是叫做 地產 的KOL 搞了一個叫做宣傳 短片 就是教別人去看這個樓盤 結果搞了一個大頭髮出來 因為拍攝的那些影片 就是遭受投訴 牽涉色情成分 這也不要緊 整件事更加juicy的地方 就是後來 這個 地產經紀 就是被揭發 居然就是 跟這個 民建聯 關係 千絲萬縷 所以整件事 相當之juicy 幹甚麼整整 民建聯 搞到要賣肉 發生甚麼事 當然本來我們對於賣肉 就不是說有甚麼很嚴厲的批判 如果純粹作為一個自由社會 沒有任何詐騙 沒有任何欺騙在裏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說自由社會 自由市場 沒有詐騙 沒有欺騙 沒有犯法 其實嚴格來說 就沒有甚麼值得批評的 但是 當牽涉 民建聯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我們嘗試一起去理清當中關係 好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經濟 不好的朋友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碌大法 還有風景影片 還有大家可以 記得繼續 Pine Network 按閃電鍵 雖然Pine Network 幫到手的成份 就是很低很低 不過不要緊 我們當做多一件事 因為成本 也甚低 希望大家繼續 多點 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目前是最好的 提提大家 記得8月31日 831集會 晚上6時開始 我們主辦方 和協辦方就會做一個小事去現場 負責設置 這次也會有袁弓儀先生 來發表演講 他可能也會說他對831事件的看法 總之我們也是記住那一句 中共和港共 不想我們說 我們就一定要繼續說下去了 這個很重要 希望大家的團火不要那麼快熄滅 話說這個叫做利家閣 就是搞宣傳 影片 叫做KOL 看真盤 去到 8月22日的時候 就是 發表了這個樓盤 叫做 上 樽營 這個樓盤就叫做上樽營 這個樓盤應該就是在啟德 就是啟德的其中一個樓盤 據說因為裏面的宣傳影片就是牽涉 色情成份 於是 需要把影片下架 當中的人物 叫甚麼呢 原來是一個女經紀 陳善廷 她介紹 這個樓盤 豪華浴室的時候 用了 就是有問題的方法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問題 如果你在賣的是樓盤 那你是不是不應該 做一些跟樓盤沒有關係的事呢 除非你說你 在 穿著 肉筋 就這樣把肉筋包著身體 段股你也不是樓盤的一部分 不會說我買這個單位 會有東西送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這個就是不誠實 剛才的標準也不是很複雜 當你去做這件事 是有一些 不妥當的成份在裏面 例如第一 你不是在賣 你不是Model 你不是在賣你的樣子 你在拍攝的產品 根本跟你 沒有關係 而你不是在賣的樣子 你在賣的 就是跟色情有關的內容 這個就徹底就有問題了 這也不要緊 還要被揭發 跟民建聯有關 這樣才麻煩 相關的影片 一出現之後 沒多久就已經遭到投訴了 結果整條影片就被下架 那條影片 後來被網民 將他下架 然後就上載到 網絡上面 也有很多人在研究這個問題 這個正正就是回到 以前 早幾年 有一段時間 甚至乎 那些 廣告商的炒作 宣傳樓盤 甚至乎有一句離譜到 就叫做有樓有高潮 這個 就是很離譜了 當然你說甚麼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們也有權去批評你 這個就是不誠實的銷售手法 當時就是有大量的 地產商 相關行業 為了吹谷樓市 逼人去買樓 甚至乎 拍這些極具爭議性 所謂的 樓盤節目 然後就找一些 九不答八的這些 即是二三四線 所謂類似藝人 又或者叫網紅的人 出來說一些似是而非 跟樓盤無關 但是牽涉性的內容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我們的社會那麼複雜 就是因為 到最後 我們大家都是人 我們大家都是動物 一說到 性的話題 你可以說 跟每一個人都有關 但是你又可以說 性的問題是一些很私人的問題 所以 往往無端端 在一個本身已經是不良的銷售手法裏面 還要再牽涉就是有性的話題 在裏面 這個不是不良銷售手法 這個不是 不誠實行為 那什麼時候才是呢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座大廈 除非你公開講得明白 我買一間屋回來 某間房我用來行房的 用來所謂 搏東西的 說得白一點也不怕了 當日也有立法會議員 就是這樣說 大家都記得 當時那個就是 尤惠貞 說香港土地問題有問題 令到年青人 沒有地方 找到 就是去 進行性行為 說了一句沒有地方撥東西出來 不要緊 其實他的意思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好像聽起來比較粗俗一點 除了你說尤惠貞說那句比較粗俗之外 其實嚴格來說 他提出那個時候沒有問題的 不過他作為立法會議員 可以 中文說好一點 他作為 立法會議員 當成是一個社會問題 去提出 這樣也不一樣 不是 不是我們現在說的那些 樓盤廣告 將性的話題 插在裡面 大家都知道那些藍絲最喜歡說 什麼教壞小孩啊 又說你們那些黃絲啊 又說你們那些民主派啊 反對派啊 他們最喜歡 跟蹤你們 跟著就說你們去酒店 又說你爆房 你去 跟不知誰 拍到照片 走過 又說你去開房 上車 又說你車陣 他們什麼都說得出 其實他們滿腦子都是這樣的思想 他們也做道德判官 他們做道德判官得來 其實他們自己 往往在這些話題上 都是牽涉其中 所以你說民建聯是不是很有問題呀 這傢伙又跟原來 就是民建聯成員陳鑑林 原來是有關的 這傢伙還要出來參選 叫做2號陳善廷 11月24號 全家總動員 當時 就是2019年區議會選舉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相關的人士 由始至終 就是一個親建制人士 親建制人士也不要緊 選不到區議會員 走去賣肉 做樓盤KOL 賣樓你就專心介紹樓盤 整件事你可以看到 原來不是說親民建聯 就一定找到吃 現在有很多這樣的藍絲 找不到吃 其實情況也很簡單 現在香港你做地產 一定會死的 因為成交不夠 早兩天才說 八個人欠一張單 當你 整個整體經濟都不好的時候 你做邊行也很麻煩 我們可以很肯定的 香港現在的經濟一定不好 所以大家看到挺好笑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對 藍絲 對親建制人士 支持港共政府 支持北京人士 你不用太客氣 你看到他們 用盡了 最高標準 甚至乎不是標準 他直接生安白做 老鬱你們 老鬱你們那些 反對派人士說你們行為不檢點 實際上他們的行為 完全 不見得有任何檢點的地方 所以應該 努力去繼續揭露他們的相關行為 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